MING PAO CANADA // MING PAO TORONTO 阿里亚二年时 鸟叔发布了自己的演艺生涯 巅峰之作Jana Style 火起来之后 鸟叔说要参加了各大音乐节目 演出现场在法国巴黎铁塔 纽约时代广场 都能带领几万名观众跳起马舞 有那么一段时间里 只要有鸟叔的地方都是大闲蹦迪现场 Jana Style更是YouTube曾经的第一播放量 中文字幕提供 Gentlemen世纪江南斯大友之后 有网友称仿佛老年迪斯科 歌曲时鸟叔亲自作词在发布后 两周的点击量就已经超过2.48一次 但有网友评价到换汤不换药 副歌部分和江南斯大友太像了 简直就是江南在世 中文字幕提供 时期没多久的鸟叔突然就没有了消息 在沉静了相当长的时间后 再次写新曲ZZ洗脑全网 鸟叔依旧采用和以前一样的代感电音伴奏 在前奏响起的一瞬间 演唱会就已经炸锅了 现场不仅堵得水泄不通 在鸟叔开始演唱的时候 演唱会真是秒变 万人蹦迪现场 中文字幕提供 好了 本期的音乐就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见 拜拜